嗨 大家 晚上 晚安 晚安 什麼 What's going on 然後我們今天要聊那個 主題 我們要聊什麼 I don't know 謝謝 糟糕 好像是可以那個 做結尾是不是 是嗎 OK 那祝大家有個愉快的夜晚 好 聖誕節快到了 是聖誕節嗎 還是跨年啊 跨年吧 糟糕了 我們兩個真的是鯨魚腦耶 記憶體好超 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現場要請到醫生 幫我們解釋說 我們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歡迎陳久明醫師 謝謝 歡迎陳久明 我要講 講全名講 是 陳久明 陳醫師 是 醫師是精神科的醫師 主持人好 對 我是精神科醫師 最強迫症 對 是我們科的 鯨魚腦的也可以治療嗎 基本上大家現在有藥物 其實效果很好 那鯨魚腦其實有時候 它不見得跟老人失智 真的有關耶 它有時候真的是事情太多 像我有時候拿起手機 然後本來是想要打給誰 可是突然看完我的簡訊 我就先回簡訊 然後回完之後我想說 我還有一件事要做 對 可是我想不起來是什麼了 真的 我也很常這樣 對 這個叫所謂 舌尖現象 舌尖 舌頭嗎 對 舌頭的舌 舌尖 那有個東西 到嘴巴 就是那個那個那個 對 我現在聊天就是那個那個 對 超痛苦的耶 那就是常見的健忘現象 我們都跟朋友聊天 然後我想到什麼事情 然後我都會說 拜託我對不起你 但你讓我先講 因為你等你講完之後 我一定會忘記 真的 為什麼他這麼年輕也會這樣 因為那個有時候他跟 失眠 焦慮 是有關係的 有都有 有時候前一天睡不好 或者事情多 資訊很多 資訊會互相排擠 因為你工作多啊 然後可是你睡得好吧 我睡不好 睡不好會有 睡不好 非常容易影響 然後它跟年齡也有關係 年紀越大 會越有更多的舌尖現象 糟了 天啊 我現在都靠舌尖 就是真講話 好啦 我們先歡迎 今天同樣也是 舌尖人的來賓 歡迎你們宣老師 雅庫 凱希 對 跟蜜亞 蜜亞 所以你們有覺得自己很嚴重嗎 驚魚腦這個奇妙技術 有 我上一次 我上一次來錄影那天 我真的是 把我本人擊垮 上一次是哪一個 我上次來宣傳我的新歌 你不是叫我唱兩句嗎 對 你是假裝嗎 對 我們是代唱對不對 沒有 我們是讓你找歌詞出來 找歌詞出來我也很陌生 因為我的腦子裡沒有旋律 你的旋律都忘記了 我今天很誇張 我那件事像是被鬼抓到一樣 我就說被鬼打到 還是被外星人抓走 我一個字都想不起來 而且那詞還我自己寫的耶 對 一個字都想不起來 而且是完全忘記 而且重點是詞調出來之後 它也唱不出來 對 唱不出來 老師還問說這裡是哪裡啊 對 我腦子裡連旋律都沒有 然後我明明是來宣傳的 也就是說我那一陣子 你本來就應該先把歌寄好 而且是那一陣子 我每天都在唱啊 那一天睡到 醫生這是什麼症狀 這很可怕耶 其實有句成語很好形容這個 叫 意思就是說 我想我們很多都有這種經驗 就是平常聊天可以侃侃而談 可是遇到心疑的對象的時候 結巴 就緊張講不出來 老師可能也不是 那一陣子 會有任何心疑的對象 對啊 我都只是舉例 你不要唱他自己的歌 不是 因為說他很重視這個節目 就是你遇到重視的對象 跟重視的事情 就會更緊張 反而緊張 你看徐希弟給我壓力多大 是我嗎 是你Cue我的不是嗎 可是你自己來宣傳歌的啊 我Cue你在不要幫你 讓你宣傳好不好啊 對啦 但我那天我真的是 我嚇壞了 而且那天我老實講 從我發現我完全忘記歌詞的後面錄影 我其實不知道我在幹嘛 我完全是行屍走肉 因為我的人設是聰明伶俐 對 很會介紹產品 對 手很小 可是我的記性差到 我有一次跟朋友約 六點鐘 我們還Double Check 說那待會六點半 我就去捷運接你 因為他要坐捷運來 然後我開車嘛 我說那我就去捷運接你 六點 六點喔 六點跟他通過電話 就通電話 約六點半 還不是這個 你知道 不是那些社群 只是通電話 我說好 然後後來就接了一個 瑞稿的電話 我一瑞瑞到六點四十五分 然後他打不進來 是你跟他約六點半耶 對 我跟他約六點半 可是你知道有時候瑞稿 如果遇到對手話比較多 或者是他都聽不懂的 你就沒辦法 把瑞稿變對手 就電話裡的那個人嘛 你知道你的理解力很差 你只要一直跟他重複 對 那我這邊順便 糟告全台所有電視從業人員 本人瑞稿的耐性只有十五分鐘 那麼長 十五分鐘是極限了 好 這不是重點 然後呢 我是六點四十五分 我就惹完稿 然後掛了電話之後 東西收一收 我就開車 我就回家了 而且重點來了 我不是說 我跟他約在捷運站嗎 對 所以我開車 我心裡想的是要回家 我開車經過捷運站的時候 等紅綠燈 想說 我票怎麼在那 我還 你還要記住 你還要記住 還問他你在這裡幹嘛 我還咬上路 我說你怎麼在這 好恐怖 還要回去警察 真的 我就說你怎麼在這 他說你不是要接我 我說我幹嘛接你 他說我們不是約六點半 在這裡嗎 我說對耶 我整個在那一個時刻 想起來我跟他約六點半 在捷運站 你這個很嚴重耶 陳醫師請問 這事業不是要吃藥了 好可怕 老師 因為我想記憶這件事情 其實它如果這個事件 對我們情緒影響很深刻 它就會佔據所有記憶的空間 那想必是那個瑞稿 也許很重要 或者是 很傷神 很傷神 對 所以就把別的記憶 就排除掉了 我有過要錄影 然後我忘記了 是人家打電話給我 可是錄影 應該會記在刑事例上面啊 對 然後他忘記看刑事例 不是 刑事例對我來講 就是一個下意識的動作 拿起來看一下 那就放下 放下我就忘了 其實約會失約 確實是獅子證 篩檢量表其中一個項目 對 真的假的 真的 所以你知道那次我錄影 你知道現場我沒有弄頭髮 因為我就進來人 就坐進來錄了 我好怕失智喔 所以避免失智的方式有什麼啊 避免失智 確實現在醫學上研究 確實有 是有方法的 發現到它的風險 那我這個就要講到就是說 在2020年 世界失智會議 天啊 招開有24個學者 他發現有12個因素 跟失智非常有關係 包括早期的教育程度低 對 然後或者是聽力下降 外傷 高血壓 飲酒 肥胖 或者抽菸 憂鬱症 就缺乏社交 不喜歡運動 沒有 沒有 你有高血壓嗎 飲酒嗎 有啊 我高血壓 你高血壓 講主題 簡單講就跟生活方式很有關 喜歡 抽菸 喝酒 愛吃甜食 肥胖的人就容易 甜食 不是永遠的 愛吃甜食 對 是說愛吃甜食 你說糖類吧 是愛吃甜食 還是因為愛吃甜食而肥胖 當然是吃到肥胖 對 所以 真的是很胖才容易得失智症嗎 大概BMI三十以上就 二十七到三十就算肥胖 什麼 體脂嗎 對 我都會變得三十很容易 但是因素很多 也不是只有這幾個啦 譬如說在這張表上 如果呢 你又常常情緒不好 憂鬱症 對 也不愛運動 也不喜歡出去串門子 那就更惡化你的記憶 天啊 喜歡在家看韓劇 會不會容易失智 研究上看電視對 所以就是那個智能是沒有幫助的 因為它是單向的 沒有幫助 那打麻將呢 打麻將有 打麻將有 對 所以我們 常照的那個阿公阿嬤都叫做打麻將 打麻將 打麻將可以喔 對 你不社交愛看劇 去飲酒 也不打麻將 但是我有運動 對 有跳舞可以 不過飲酒是有一個安全的劑量啦 就是每週在一百六十八克以下 簡單講就是五百CC 每天容許量是一瓶 台啤 那很多耶 一瓶以內都很安全啦 一瓶以內都很安全啦 一瓶紅酒可不可以 這樣就超過劑量了 對啊 但是喝酒跟失智你要什麼 喝酒 因為如果忘了的話就算了 就是我女兒就把我丟到某個地方 我會先寫好那個去哪一個機構 OK 先安排好 對 所以雅筑你也是恐怖嗎 有這麼恐怖嗎 我剛剛有突然想到一個是 你就是突然斷掉的那個 二十一歲的時候 就是我就跟朋友抽 在紐約集合 然後我們要開車去自家哥玩 然後因為我們四個女生 然後就輪流開 然後我印象是 我那一段是換我開的時候 然後開到一半 我副駕的那個女生在睡覺 然後後面兩個女生說要去廁所 我說好 那我們就停一停 然後站一起去 然後回來之後我就開門 然後我就看她還在睡 然後我就完全斷掉 忘記我有兩個朋友 然後就一上車 我就開走了 然後我一上車之後 是時差嗎 不知道 就是突然就斷掉 我就沒有覺得 我後面有兩個人 二十一歲怎麼會有這種情況 然後我就開走了 我已經不知道我開了多久 我覺得有十幾分鐘 那兩個朋友呢 後來就在那邊工作 然後開了 他們就失蹤了嗎 沒有 開了十幾分鐘之後 他們就定居在那兒 對啦 現在一次適合的時候 還發現 是我朋友幫我家的 然後都已經有家庭了 很多孩子 孩子被 讚了 我不要這樣 因為我在二十出頭歲 剛出來接通告的時候 就化妝 我有過 化妝箱沒有收我就走了 我就回家了 怎麼可能 那是你的身材工具耶 對 但是我就是 我記得收衣服 但就忘了收化妝箱 對 有的時候就是會一秒 我就是 完全忘記 上一件事情在做 我也是 我女兒那時候還小的時候 我常常帶她們去那個 一樓大廳玩 然後我在那邊喝咖啡聊天 然後那天也是跟我一起 聊得很開心 然後她說 那我們就走了 我就說OK 然後我就要回家 然後我就回家 然後那個櫃台就衝出來 追我 我說 我說什麼事 她說 妳小孩忘記了 小孩都沒忘記 小孩都沒忘記 對 而且忘記好幾次 所以我化妝箱忘了收也很正常吧 真的 真的忘記上一秒做什麼 對啊 而且我是 我那時候是開車 不知道開了幾十分鐘 我寫意識根本就不想要想 對啊 所以我也不想要帶我的朋友 對 那到底後來是 後來是因為我那個朋友 他就是半睡半醒 然後他突然不知道講了什麼 然後後來他跟我說 他在問後面的人話 然後我想說 他在問後面的人 他在問問什麼啊 然後我想說 然後我一往後面 好熱耶 然後趕快 因為你知道美國的那個 妳開桃園的 對 高桃園的 然後他們就 兩個女生 有沒有氣哭 一個在哭 一個在安撫她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都沒有手機 對... 就是對 被壞人帶走怎麼辦 好可惡喔 好可惡喔 好可怕 妳是 妳是年輕人吧 我還 應該差不多吧 差不多吧 三十五 已經到那個 但是因為我覺得這幾對 記性不好的人 有一個困難 就是蕊通告的時候 他問我有什麼健忘的事情 想不起來 想不起來 太健忘了吧 但是每天都會健忘 可是叫妳講 妳講不出來對不對 他就是引導我說 那有沒有 他就一直舉別人的力給我聽 然後我才 才慢慢找回我的記憶這樣 那剛剛林小老師 妳說接朋友那個 我有一個例子 是之前有一次小賴 要拍一個MV 然後她找了便慶華 因為兩個都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我就自己主動說 那我要去探你們班這樣子 然後說好... 那就是二十五號喔 我就記得好 二十五號 然後每次別人問我說 二十五號有什麼事情 我就覺得 我好像有一件事要做 可是我忘記是什麼事情了 然後那天 二十五號也是工作完以後 我就想說 好 可能是我記錯時間了 所以我就很悠哉 去外面吃飯回家什麼的 然後突然晚上十點多的時候 我就接到小賴一直打給我 然後因為我是那種 很怕接人家電話的人 我就覺得 他有緊急事件你知道 我就掛斷以後 他說怎麼啦 然後他就... 他都說妳接電話 然後我就... 就接起來 他就說妳人在哪 我說我人 我們今天有約嗎 他說 有啊 我們全部人都在等妳 他說 所以我們沒有放飯 不會吧 然後他就說天啊 然後重點是他在 陽明山拍MV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現在過去來得及嗎 他就說 算了啦 我們就是要轉點了 然後我就因為這樣 他還有點小聲我的氣 一定會生氣 對 然後我下禮拜錄影 遇到變慶華 然後他也是就是覺得說 凱希你今天怎麼沒有來 然後我就不好意思跟他說 就是我忘記了 因為我怕他們會覺得 我很不重視他們 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覺得現在這個 忘記的事情 越來越趨於年輕化耶 對 應該是 就是日常的東西 因為現在都是短記憶 跟大家都用手機了 對 手機 對 手機 太多資訊要接收了 對不對 醫師 其實在醫學上 其實我們人本來就有 一個遺忘曲線了 其實25歲的時候 記憶力最好 那時候神經元就一直死亡 一直死亡 其實記憶力下降得很快 但是倒不會每個人 都嚴重到失智症了 所以大家也不用那麼擔心 而且現在最奇的是 像醫生講的 25歲以前是 都記得好清楚 你說一些感情的細節嗎 沒有啊 比如說 年輕的事情 以前交的朋友的電話 我現在都隨便都背得出來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可以以前小學都記得 我那天跟國中同學吃飯 然後大家在講說 什麼什麼誰誰誰 打到我家裡來 我就說你家電話 27327318 類似就這樣直接背 他說你怎麼還記得 我說 30年後我還是記得 我也記得我小學的座號耶 就是以前號碼啊 42號是誰啊 52號是誰啊 對 記得同學的 同學記得 可是現在你要記得 現在 現在你可以記得 幾個朋友的電話號碼嗎 可能還可以 因為以前沒有 以前都是要 直接寄電話 直接打 要用那個示範 老朋友的記得啦 新的都 現在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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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